近日 一直有着闺蜜美誉的唐诗勇 在一档名为斯打维炉的节目中 向观众坦承了自己坎坷的感情经历 甚至给出了自己关于爵士好女友的标准 唐诗勇说 他曾经也是一个情圣 经常撒娇男友 但是后来的一些感情经历 让他突然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那就是感情的事情 无论你怎么撒娇 都无法阻止第三者的到来 因为在唐诗勇过去的感情经历中 他曾多次遇到男友偷菜 所以他在这方面很有发言权 据唐诗勇自述 当时他在想尽一切办法排斥第三者 甚至用了迷信和封建的拜神方法 但都没有用 为了挽回男友 他甚至卑躬屈膝 求他爱自己 太卑微的爱情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于是唐诗勇在穷尽了当时的各种方法后 痛下决心结束这段感情 但还是没有用 唐诗勇曾经很文艺地说过 当小三威胁到爱情的时候 你就会掉进一个山洞里 这时候你会忍不住想 你渴望小三远离你的生活 或者让你的男朋友回到你的怀抱 但是 在这样的状态下 你注定是一个在爱情中卑微的人 卑微的人根本遇不到真爱 不平等的关系只会给双方带来痛苦 在唐诗勇看来 如果爱情中有第三者 那是无法改变的命运 你需要做的不是试图阻止 而是尽可能让自己开心 只有开心了 头脑才会更清晰 不会在求爱中变得卑微 你最后会做出什么选择 其实取决于他 无论是他选择小三还是你 你都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些选择 自从唐诗勇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以来 他已经公开承认了三段感情 但几乎每一段都被他的男朋友改变了 所以在这些关系中 他往往是受伤最严重的一个 例如2005年 唐诗勇在与崔剑邦 共同主持一个节目时坠入爱河 但很快对方就被爆出各种丑闻 正因为如此 两人多次与纷纷结婚 直到14年后 他们才最终决定分手 这九年的恋爱生涯真的让唐诗勇觉得很累 虽然连续三段感情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在这几段感情中的大度 善良 温柔让很多路人心疼 因此被一些人戏称为完美女友 当时 综艺节目中的另外两位主持人也一致认为 像唐诗勇这样有个性的女孩 应该很受男性欢迎 但他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 男生眼中的完美女友或多或少都是母亲 但唐诗勇本人 目前 看起来很像一位母亲 可能是因为被前三段感情伤得太深 唐诗勇40岁了还是一个人 希望他能早日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和他共度余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